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丽星 小土豆 欢迎 Delia 欢迎 Hardwin 小朋友 米拉 欢迎 还有Jimmy 你好 Connor Mendoz Connor 你好 还有宋平 小土豆 Sawaddi Krab 还有Anson Thielen Thielen同学 你好 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HSK的内容 那么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 第一件事情就是帮老师点赞 点赞 分享老师的视频 然后呢 记得直播课之后 记得帮老师评论 留言 comment below after this live lesson 好 还有贝拉尔 欢迎贝拉尔 还有高杰 还有Aziz Hello Aziz 还有阿能 你好 明格拉巴 还有达米尔 来自新西兰的朋友 邱安 每次都忘记了 邱安 你好 邱安 好 同学们 我们先来练习数字吧 今天我们来练习的数字是 好 8679 好 8679 好 看不清楚 对不对 好 Hello Penguin 小土豆 欢迎 各位同学 8679 中文怎么说 8679 好 有很多朋友 在脸书看我的直播 欢迎你们 在脸书 还有Twitter 也可以看到老师的直播课 志勇 苏志勇 还有春娇 都在脸书 欢迎你们 好 8679 还有阿琳 你好 阿琳 明天不是 Hardwin 明天不是唱歌 是后天 后天才是唱歌 明天呢 老师要访问 Puna老师 李玲老师也会在哦 好 王和 你好 王和来了 好 阿能说 8679 好 秋安 8679 好 海山小土豆 欢迎海山 Norbert 八千六百七十九 贵方 八千六百七十九 还有我们的 Lamos 你好 Lamos Hola 还有 可丽 哈喽 可丽小土豆 王和说 八千六百七十九 很好 米拉 八千六百七十九 好 Sofenic 好久没看到你了 他说他在做论文 Sofenic 你在做 做 Thesis 在做论文 Thesis 没关系 Sofenic 比较不忙的时候 再来听老师的课哦 好 Hello Jenny Live 欢迎 还有这位同学 你好 还有 Sha Sha 你好 这位 朋友的 应该是韩国的朋友 我不会念这个文字 你好 还有我们的Nane 同学 欢迎 米磊 也来了 还有 韦善 也来了 欢迎韦善 好 Hardwin 你说八千六百七十九步 好 Nane也说八千六百七十九步 OK Very good 好 好 大卫来了 大卫你好 还有Sai 同学 欢迎你们大家 我们来上课吧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学习 新 HSK 第三集的 初级词汇 初级 Elementary 词汇 Vocabulary 初级词汇 好 那么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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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ong I'd a song Nobel太难了 我不会念了 好 挺挺 挺挺 欢迎你 挺挺 好 今天学习两个词汇就好了 第一个词汇叫做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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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词汇叫成熟 成熟 成熟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动词 成立 好 成立的英文是to establish or to set up to found 那各位同学什么叫成立 成立就是建立 我们建立 like to create to establish 建立就是呢 你去创造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通常是国家 我们会成立一个国家 establish set up a country found a country 国家就是nation country 我们也可以成立一间公司 我们可以成立一间公司 公司就是company 我们可以establish a company 成立一间公司 我们也可以成立一所学校 学校是school 我们可以成立一所学校 创造 create establish 就是成立的意思 成立 就是从没有 然后把它创造出来 特别是创造建立 一个国家 一间公司 一间公司 一所学校 我们会用成立 成立 然后小忍欢迎 还有我们的touch touch你好 志勇还有talk你好 欢迎 好我们的例句 可人 在纽约 成立了 一所中文学校 可人 你们都认识 对不对 可人老师 teacher karen 在纽约 在就是in in new york 在纽约 成立 就是establish 就是建立的意思 建立 好 le is like talk about completed action le 一所 各位同学 所是一个量词 它是学校的量词 你可以说 一所学校 a school 中文学校 就是Chinese school 对不对 中文学校 就是Chinese school 一所中文学校 a Chinese school 可人老师的愿望 teacher karen's wish 他的愿望是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成立 一所中文学校 你们都知道 可人老师的愿望 对不对 当我们说愿望的时候 他的英文是wish teacher karen's wish teacher karen's aspiration 愿望是什么呢 哎 哎呀 老师的 这个又怪怪的了 好 等老师一下 好 各位同学 可人老师的愿望啊 就是希望能够成立 一所学校 尤其是一所中文学校 好 好的 可人老师的愿望 teacher karen's wish 是成立 一所中文学校 好的 我老师再念一次 可人在纽约 okay in new york 成立了 成立了 karen has a stabilist 一所中文学校 a chinese school 好 没问题哦 我的城市里 很多公司成立了 好 可以 这个句子可以 成立于 可以 这个 伟善 等一下 老师会教 成立一个贸易联盟 可以 可以成立一个贸易联盟 成立房子 不可以 米拉 我们会盖房子 不会成立房子 我们会盖房子 build 房子要用build 我们中文说 盖房子 盖房子 不可以成立房子哦 米拉 我们说盖房子 Build a house 好 盖房子 不可以成立房子 我们的成立是用在 foundation a nation organization or institution okay 房子我们用盖的哦 publish publish是出版 好 出版哦 ok 出版 出版 雪峰说 理查老师和我成立 不是一所公司 一间公司 雪峰你的句子可以 但是你的量词用错了 你要说 理查老师和我 成立一间公司 不是一所公司 一所只有一所大学 一所学校才可以用一所 我们这个是一间公司 或一家公司也可以 一间或一家公司 公司的major word 特别注意一下 好 雪峰 一间公司 一家公司 好 高杰说 我在中国成立了小公司 很棒 很棒的一个句子 高杰是真的吗 is that true 是真的吗 哎呀 我又忘记你的名字了 哎呀 忘记了 这个 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是村交同学的朋友 对不对 阿能说成立 一支军队 阿能我们会说 成立一支军队 可以 成立一支军队 好 阿能 成立一支军队 可以 成立一个足球队 可以 游戏可以 成立一个足球队 可以 米拉 我的愿望是 将来要成立一间 很大的公司 非常好的句子 good 哈德文要来台湾 赶快来 哈德文来吧 来台湾吧 好 王和说 我要成立新公司 很棒的句子 好 夏文说 我要成立一所医院 可以 我要成立一所医院 可以 会军 对 会军 会军你好 会军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成立 我们可以成立什么呢 我们可以成立公司 公司 我们也可以成立国家 成立国家 我们也可以成立机构 这个词比较难 机构就是institution 机构 institute sorry institute 我们也可以成立 我们也可以成立 组织 组织 就是organization 组织 我们也可以成立学校 OK 我们不可以成立房子 房子是用盖的 盖房子 所以我们可以成立 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 institute organization school OK How about the grammar point 我们的语法怎么用 很简单 人 成立 兵语就好了 很简单 人 someone set up maybe a school maybe an organization maybe an institute maybe a company OK very easy so let's try it 我们试试看 决定 决定 decide 理查 teacher Richard 理查 一家孤儿院 一家孤儿院 家是孤儿院的量词 什么叫孤儿院 你们知道吗 orphanage 各位同学 孤儿院就是 什么叫孤儿 来 有没有同学 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孤儿 什么是孤儿 有没有人知道 有人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孤儿吗 孤儿是什么意思 哦 裴静来了 leave a duck 来了 leave a duck 欢迎 有来吗 leave a duck 好 什么叫孤儿 嗯 有没有人知道 孤儿 好 老师告诉你 什么叫孤儿 孤儿就是 没有父母的孩子 对 很好 维凯 没有父母的小孩 这个秋安 孤儿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very good 这个 孤儿就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那各位同学 孤儿院是什么意思 就是收容 收容 OK 收容 like content 收容 like OK 孤儿院就是收 我们中文会这样说 收容 孤儿的地方 对 mins 说得很好 孤儿就是 一出生 一生出来就没有父母了 可能父母死掉了 可能父母把他抛弃 abandoned 可能父母抛弃他了 可能父母不要他了 他就变孤儿了 抛弃 可能父母死掉了 maybe his or her parents pass away 那可能是父母抛弃他了 父母不要他了 父母亲把他丢掉了 父母亲不要这个孩子了 所以这个孩子就变成孤儿了 没有父母的孩子 叫孤儿 抛弃 abandoned 我怎么用的是繁体字 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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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弃就是不要 不要的意思 抛弃 抛弃 好的 没问题 很好 孤儿院 mins说 孤儿院就是孤儿住的地方 孤儿住的地方 Liverduck 欢迎你 Liverduck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看一下句子 成立 好 答案是 你们都写出来了 王和 理查决定成立 一家孤儿院 I want to establish an orphanage 理查老师想要成立一间孤儿院 好 曹同学 理查老师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好 Shawing 理查老师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Lamos 理查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very good 对 孤儿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好 孤单人住的地方 Nadi应该是孤儿啦 孤儿住的地方 孤儿住的地方 对 孤儿是orphan 好 米拉 理查老师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Say同学 理查老师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Li心 理查老师决定成立一家孤儿院 very good 孤儿就是often 没有错 好 各位同学我们这个语法是 someone set up maybe a school maybe an organization 好 会用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语法 我们用成立于 成立于 一个时间 好 maybe the subject is a company maybe it's a nation maybe it's an institute an organization this is the subject 各位同学 主语是公司 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 组织 学校 我们的主语是 公司 国家 机构 组织 学校 然后我们说 成立于 这个 于 is like at a time at a time a period of time 成立于 什么时间 我们可以用这个语法 成立于 plus a time ok 好 你也可以说 主语 于 什么时间 成立 ok 两个都可以 两种语法都可以 我们来做题目 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1787年 1787年 于 于 成立 成立 好 各位同学 答案是什么呢 好 delia 美国于 1787年 成立 好 伟善 美国成立于 1787年 very good 伟善用的是 这个语法 伟善用的是 这个语法 那刚刚 这个delia delia 刚刚用的是 这个语法 都可以 你们两个 都试试看 你们两种语法 都试试看 好 秋安 美国成立于 1787年 美国于1787年 成立 很棒 好 永翔 美国成立于 1787年 very good 好 好 海山一定知道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美国成立于 美国成立于1787年 你们自己的国家 成立于几年 你们知道吗 可不可以告诉老师 你们的国家成立于几年呢 那里说 理查老师的YouTube频道 成立于1997年 哇 这个句子太棒了 理查老师的YouTube channel 成立于1997年 酷 好 这个语法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useful and practical 巴巴巴 成立于 a time OK Tell me the time 你们知道你们的国家成立于几年吗 老师再给你们一个句子好了 好 One more example 你可以说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 你也可以说 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 OK 这个句子很好用 Norbert说 中国网球运动于1953年成立 很棒 好 印尼于1945年成立 哇 很早哦 印尼于1945年成立 印尼成立于1945年 呃 起源不一样小忍 起源一般不会用国家哦 起源可能指的是 一个活动 或者是一个 maybe a mystery maybe a a story maybe a tradition 起源不会用在国家 起源是like originated like originated from 起源不会用在国家 起源通常用在like tradition or sto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好 韩国于1948年成立 年哦 加个年哦 韩国于1948年成立 中国于1949年成立 酷 很好 好的 你们可能有的同学啊 不晓得自己的国家 是几年成立的 对不对 好 非说 尼日利亚成立于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啊 你们去查一下 好不好 你们自己的国家 是几年成立的 你们要知道哦 哦 去查一下 你们的那个textbook 尼日利亚成立于几年 不知道 好 好 越南 越南成立于1945年 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成立于几年 就好了 哦 李生 我不知道我的国家什么时候成立的 也可以 我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我的国家什么时候成立的 好 高洁 足球比赛成立于1879年 新西兰成立于一 新西兰于1840年成立 新西兰 New Zealand 于1840年成立 马达加斯加成立于1540年 就好了 哦 好 OK 印度于 印度就好了哦 志勇不用加国 印度于1498年成立了 加个了也可以 西班牙成立于1942年 哇 好早哦 好早哦 缅甸成立于1948年 很棒 好 你们不晓得自己国家成立于什么时候的 赶快去查一下哦 尼日利亚 警察 尼日利亚成立于1830年 怎么多个警察 OK 孟加拉国成立于1971年 马达加斯加成立于1540年 很棒 OK 好 各位同学 成立还有第二个意思 这个意思比较难哦 通常呢我们可以说 结论 conclusion 结论 conclusion 控告 charge 罪名 also charge 我们会说不能 不能成立 或者是无法成立 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 如果结论 不能成立 表示这个结论 你不相信 you cannot accept this conclusion this conclusion is unacceptable 你不能接受 如果这个charge like criminal criminal charge 你是无法成立的 或不能成立的话 那表示这个charge 是没有证据 证据不足 which means no proof so that this criminal charge cannot be cannot be tenable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证据 no proof 所以你不能接受它 你不相信它 所以你可以说 结论 无法成立 就是你不能接受 you cannot accept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this conclusion is without any proof 控告 控告 不能成立 控告 无法成立 这个criminal criminal charge 是没有办法 让你接受的 you cannot accept this charge because the proof is not enough 因为证据不足 the proof the evidence is not enough 所以 you don't trust this charge you don't buy this charge 罪名也是 罪名 无法成立 不能成立 就是你不能接受 这样的罪名 你不能接受 这样的控告 为什么 因为没有证据 no proof at all no evidence or the evidence is not enough so that people cannot accept this charge or this conclusion 好 所以我们的英文 可以说not 通常会用在 否定 无法成立 或不能否定 通常会用在 否定 通常会用在否定 听得懂吗 各位同学 听得懂吗 这个比较难 这个是一个 like law usage law usage 这个是属于law usage 法律用语 法律用语 a law term 这个我们中文 中文叫法律用语了 好 这个是一个law usage 法律用语 这个会用在这个法律上面的law 法律上的一个用语 usage a law usage ok 好 听得懂啊 好 呃 我们来做一下题目 他是 无辜的 无辜 innocent 他是无辜的 所以 他的罪名不成立 他的罪名 罪名 成立 成立 ok what is the answer 柬埔寨在于 1802吗 1802年成立 Norbert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好 米拉 他的罪名不成立 永祥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好 曹同学 他的罪名不成立 好 Jimmy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ok not tenable which means people do not accept this because the evidence is not enough 他的罪名不成立 他的罪名不能成立 他的罪名无法成立 都可以 利欣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ok 很棒 高杰 他的罪名不成立 宋平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好 这个 他的罪名不成立 贝拉尔 他的罪名不成立 好 ok 没有问题 好 我们assist 他的罪名 不是罪名 罪名不成立 他是无辜的 所以他的罪名不成立 ok 没有问题 好 各位同学听得懂意思吗 我们会说 结论 控告 罪名 不成立 or 不能成立 or 无法成立 which means not tenable 也就是说 他的证据不够 证据不足 或者是没有证据 站不住脚 就是without enough evidence without enough proof so that people cannot accept it 听懂了 听得懂 ok 懂了就好了 这么厉害啊 我以为这个很难 没有想到你们都听得懂 很棒 都听懂了 好 ok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成熟 成熟 好 各位同学 如果你在台湾 我们会念成熟 在台湾 我们会念成熟 在大陆 会念成熟 成熟 在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 由于天气寒冷 由于天气寒冷 这些苹果成熟叫晚 这些苹果成熟 这些苹果成熟叫晚 好 由于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由于就是因为的意思 because 好 由于就是因为 由于就是因为 因为天气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寒冷 就是cold 由于天气寒冷 the weather because the weather was cold 由于天气寒冷 这些苹果成熟 叫晚 叫就是a little like more or a little 晚就是late so it's like a little late 叫晚 这个叫就是 有一点的意思 叫就是一点 叫就是比较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点 好 这里的叫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较晚 或者是一点晚 有一点晚 好 好的 好 邱安说 因为证据不足 这个 herd对deb的控告不成立 可以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大麻叶 一般是在夏季成熟 好 那哪里 大麻叶一般 一般是在夏季成熟 好 大麻叶一般是在夏季成熟 一般是在夏季成熟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再来看一下成熟怎么用 第一个 语法 成熟的第一个语法 我们可以用在果实上面 用在果实 fruit 果实 好 用在水果或果实上面 特别是用在水果 的成熟 就是已经ripe 可以吃了 对不对 水果熟了就可以吃了 水果成熟了 你就可以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成熟 第一个用法是用在水果 用在果实上面 fruit 那我们来做题目吧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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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还没 香蕉树 香蕉树 banana tree 香蕉树 成熟 成熟 这颗 这颗 颗是树的量词 颗是树的量词 好简单哦 Jimmy 这颗 Jimmy你的颗写错了 颗 颗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sorry 人也可以成熟 等一下老师说 还有 可以 人可以成熟 老师等一下说 好 米蕾 这颗 米蕾 你的颗写错了 颗 颗 你们颗不要写错了 你们的颗都写错了 好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永翔 你的颗写错了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小忍 你的颗写错了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秋安 你的颗写对了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Delia 这果 这颗 OK 立心写对了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我又忘了你的名字 糟糕了 哎呀 忘记你的名字了 不好意思 好 春娇阿姨 这颗的颗写错了 写错的都改一下吧 培静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这颗 lesson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曹同学 这颗香蕉树 还没成熟 Norbert 这颗 橡胶树 橡胶树 橡胶不可以吃吧 Norbert 这是香蕉 你写的是橡胶 橡胶不可以吃 橡胶是robber We cannot eat robber OK 对不一样哦 这个颗是球 一颗球 一颗鸡蛋 一颗球 才可以用这个颗 我们另外这个颗 是用在树的 树上面的 对 颗 这个颗才对 橡胶不能吃 橡胶是robber You cannot eat the robber OK 不可以吃橡胶 大面 这颗橡胶 这颗橡胶树 还没成熟 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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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夏天 水果可能成熟的 很快 很棒的句子 好 各位同学 第一个用法 用在果实 第二个用法 用在人 各位同学 成熟可以用在人 Especially your mind 特别是讲你的思想 Especially your thoughts Especially your心智 心智就是mind 那这个思想就是thoughts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很成熟 表示呢 他是well developed emotionally 就是这个人不会随便生气 这个人对别人是很体贴 很有善 careful thoughts 然后他想得很仔细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他的definition 好 好的 各位同学 如果你说一个人很成熟 表示呢 这个人的思想 the person's thoughts mind 更加理智 more like smart more wise 更全面 very thoughtful very considerate emotionally considerate 很体贴 sweet to people ok treat people nicely 好 这个叫成熟 你们女生呢 最喜欢成熟的男人了 对不对 很多 很多汉语老师 像可仁老师啦 像婷老师啦 他们都说我喜欢成熟的男人 对不对 我喜欢成熟的男人 成熟的男人比较体贴 做事情呢 也比较能解决问题 所以各位同学 女生都喜欢成熟的男人 因为成熟的男人比较体贴 而且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can deal with problems for you right can solve problems for you 成熟的男人 is especially sweet and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成熟的男人 好 ok 我们来做一下题目 变得 sorry 离婚后 离婚就是divorce 夫妻 不结婚了 要分开了 太太跟老公 太太跟老公要separate 他们不结婚了 他们要分开了 这个叫离婚 divorce 离婚后 后 means after 离婚后 变得 他成熟了 更 更 means more ok 更 means more 成熟了 好 这题很简单 海山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哇 他变得更considerate 变得更thoughtful 变得更 like well developed emotionally 好 秋安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好 这位 Maria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very good 好 慧君 I like that 慧君 I like you I like that 慧君说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谢谢慧君 I like that a lot 好 宋平 宋平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还有谁 大妹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Lamos 离婚后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OK Good 好 好的 哪里 结婚 结婚后的第二天 on the second day on the second day of my marriage 我变得更成熟了 OK on the second day of my marriage I became more mature OK Good I like that 慧君 离婚后 他变得更成熟了 Good 好 各位同学 你们喜不喜欢成熟的人呢 应该都喜欢 对不对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一位成熟的人 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 对 离婚前 他可能太幼稚了 很好 阿能说幼稚 就是成熟的 opposite Antonin 成熟的相反词 就是幼稚 就是childish 好像小孩子一样 做事情好像小孩子一样 就是幼稚 childish 它是成熟的反译词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你们 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妮查老师觉得自己 不是成熟的人 妮查老师觉得自己 很孩子气 我觉得自己很孩子气 就是很幼稚 就是很childish OK childish 你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 你们觉得自己成不成熟 还是你们觉得自己很幼稚 or孩子气 理查老师觉得自己很孩子气 好像小孩子一样 理查老师觉得自己很幼稚 childish 不像是大人 不像是大人 不像是成人 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孩子气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孩子气 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成熟 好 领领老师说 我觉得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还不够成熟 不会啊 领领老师 你很成熟 宋平说 我是个很成熟的人 I'm a mature lady OK 我也觉得宋平是成熟的人 王和 王和你成不成熟 告诉我 邱安说 老师我觉得我很幼稚 我希望我早点成熟起来 OK Jimmy说 我肯定不是 Definitely Absolutely not 肯定不是 Absolutely not Absolutely not 肯定不是 Jimmy说 我肯定不是个成熟的人 阿能快要熟了 阿能你是水果 你快要熟了 快要成熟了 弟弟说 我觉得我很幼稚 I'm so childish 慧君说 我觉得我很孩子气 慧君很孩子气 不会的 我觉得不会 好 太棒了 我们学了孩子气 我们也学了成熟 我们也学了幼稚 三个词都很重要 培静说 我是个成熟的人 但是我有时候也 想要孩子气 有时候我也想要孩子气 有时候啊 女生看到老公 老公 老公 帮我买一个ring 戒指 Diamond ring OK Give me a diamond ring 老公 好幼稚哦 你明明知道 老公不会买给你 很多女生会 老公 我要diamond ring 我要赚戒 我要赚石 I want a diamond just a diamond one diamond only please 老公 拜托 帮我买个戒指 太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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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孩子气了 老公是不会买给你的 老公是不会买给你的 不要幼稚了 不要孩子气了 成熟一点 be mature OK because your husband won't buy the diamond for you OK forget about it 好 好的 弟弟说 我是个幼稚的人 我也喜欢幼稚的女生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每天都快乐 哇 咦 弟弟很棒 对 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 都很幼稚的话 哇 so funny your life will be so interesting naive right interesting just like a case life 很好 老公是ATM 你觉得我是个ATM吗 不是的 所以你不要做梦了 我是不可能买戒指给你的 赶快去扫地吧 赶快去洗衣服吧 对 雪峰说 你太幼稚了 好 那我们成熟 还有第三种用法 第三种用法 第三种用法 我们会用在时机 什么叫时机 时机 means sorry timing ok timing the chance the opportunity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词语 是一个sat phrase this sentence is a sad phrase 就是我们都会这样说 我们中文都会这样说 你可以说时机成熟了 哇 这个very very useful ok this expression is very useful 这个用法非常的好用 很常用 时机成熟了 the timing has come the time has come the opportunity has come 我们中文怎么说 我们说时机成熟了 ok 时机成熟了 好 你可以说 该是向娜娜求婚的时候了 well it's time to propose to Nana 娜娜嫁给我吧 什么叫求婚 求婚就是 娜娜嫁给我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the entire life 娜娜 嫁给我吧 我会一辈子 the entire life 照顾 take care of 照顾你的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娜娜 marry me will you marry me 娜娜 OK 求婚 propose 好 请问答案是什么 好 这个秋安 时机已经成熟了 the time has come the opportunity the chance has come 该是向娜娜求婚的时候了 贝拉尔 时机已经成熟了 shavin 时机已经成熟了 好 你们也可以说 时机已经成熟了 该是结婚的时候了 时机已经成熟了 该是去中国学习的时候了 时机已经成熟了 该是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OK 好 你们都答对了 好的 永祥 时机已经成熟了 该是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了 永祥 好 雪峰 时机 不对不对 雪峰 再试一次 王和说 我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不会啊 王和 你看起来很成熟 姐妹都说 我是个女强人 哇 很棒 春娇阿姨是个女强人 我突然变成成熟的人 家家为什么突然 suddenly all of a sudden 好 好的 米蕾 时机已经成熟了 the time has come 该是 OK 该就是 it's time to it's time to 该向 该是向娜娜求婚的时候了 好 好啦 各位同学 成熟的三种用法都记起来 好 现在我们来考试 Quest time 第一题 成熟 成立 疫情太严重了 它放弃了 公司的想法 疫情 epidemic 疫情就是像新冠病毒现在很严重 就是疫情 太严重 严重就是serious or severe 太 adjective了 means too 太 adjective了 means too adjective OK 严重就是serious or severe 它放弃了 放弃就是不要了 我半途而废 我不要了 我不再这样做了 you give up you quit 放弃 你不再这样做了 你放弃了 就是你不再这样做了 好 什么什么 公司 company 的想法 idea 就是想法 your opinion your idea 就是想法 这题答案是什么 米磊 疫情太严重了 他放弃了成立公司的想法 成立公司 establish a company set up a company 好 曹同学成立 very good Norbert成立 答对了 春娇 成立 Jimmy 成立 雪峰 成立 阿能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非常好 大面 时机已经成熟了 该是像娜娜 求婚的时候了 好 Lamos成立 佳佳成立 乌龟大师 时机成熟了 好 好的 你们都答对了 好 疫情太严重了 他放弃了 成立公司的想法 question number two 成熟 成立 双亲的死 让他 他更 更 而坚强了 双亲 parents your father and the mother we can say 双亲 father and the mother 的死 死 means death 死 双亲的死 让 就是 met him 让他 met him 更 means more OK more 好 而 is like end we can say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adjective 而 adjective so 而 is like end to link to adjectives OK 而 is a conjunction to link to adjectives OK adjectives 好 让他 更什么 而坚强了 坚强 strong mentally strong OK mentally strong 阿能 双亲的死 让他 更成熟 而坚强了 好 Maria 成熟 成立 好 Norbert 双亲的死 让他更成熟 而坚强了 好 维凯 他得等 时机成熟 才能成立公司 哇 非常地道的句子 很棒 维凯 好 米磊 双亲 不是心 双亲的死 让他更成熟 而坚强了 大面 双亲的死 让他更成熟 而坚强了 呃 裴净 双亲的死 让他更成熟 而坚强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成熟可以用在小孩子身上 不一定是大人才可以成熟 小孩子也可以成熟 也可以啊 小孩子 也可以 mentally strong mentally well developed 小孩子也可以啊 不一定是大人 小孩也可以啊 贝拉尔 贝拉尔 双亲的死 让他更成熟 而坚强了 好 最后一题 成熟 成立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 什么 他的罪名 好 各位同学 来 因 就是因为的意思啊 这个因 就是 because 因为 证据 就是 evidence evidence 不足 就是 like or not enough 不足 就是不够 not enough 证据不足 就是你的证据 不够 你的evidence 你的证据 不够 他的罪名 罪名就是criminal charge criminal charge 不 什么 不成立 好 很好 Norbert 不成立 米拉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永祥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very good 阿能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好 宏喜 好久没看到宏喜了 你都没有来上课 比较忙 对不对 Jimmy成立 好 Sharwin成立 贝拉尔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答对了 雪峰也是成立 好 你们都答对了 各位同学很棒 宋平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了 大米尔 因证据不足 他的罪名 不成立 他的罪名 不成立 not tenable not tenable 好 各位同学 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理查老师的课程 请你记得 帮老师点赞 分享老师的频道 只不刻之后 记得要 comment below 要留言 要评论 那各位同学 明天理查老师 邀请了 林林老师 还有 Puna老师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Puna老师的旅行 我们还有好多旅行 没有谈到 明天我们轻松一点 relax and let's talk about the travel experiences about from Puna Teacher Puna Puna OK 好 我们明天见咯 各位同学 明天记得来听 Puna老师的 旅行经历 明天见 拜拜 hello A呀 好久没看到 A呀 Kin King A 哇 好久没看到 这些人了 你们都不说话 好来 明天见 拜拜